凯文 要凯文嫁给我好吗 要凯文嫁给我好吗 要凯文你愿意嫁给我吗 hello大家好今天是520 然后也是我和凯文在一起的第1461天 今天我准备打算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然后野生动物园 然后凯文求婚 今天520我们来野生动物园 就主打的是一个怀旧重温追忆之旅 你准备好了吗凯文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吧 他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吧 他还在那里傻不拉机的在选一些很奇怪的头饰 买吧 买完一会儿他就要带着这些奇怪的头饰 然后接受我的求婚了 手来手 你还记得我们来这个动物园 第一站去哪里 见面了 之后呢 刚一进门的地方已经稀里糊涂的转了一个多小时了 然后一个小动物都没看 原因很简单 我有四个朋友 他们来晚了 这四个人是我朋友 还太慢了 大傻帽 我把杨凯文制到一个餐厅里 他现在跟这点餐了 里面的死人该让他们过去 太慢了受不了了 气死我了 蛤 蛤 有吃 什么饭就行 然后我为了让凯文不发现他们死我 一直在拖住他的时间 让他们赶紧从这边过去 那有没有萌兽的地方 你想看萌兽啊 其实我一开始 没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特别大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了嘛 然后彼此都很了解对方 然后我觉得一切其实都是那种 顺其而然 然后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是感觉 诶 时间点到了 我们觉得都愿意往下一个阶段去发展了 然后我们有这个共识 我觉得没什么的呀 然后直到我早上开车到动物园 然后在那路上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就已经开始有点小紧张了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这个感情也好 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流程 反正就是已经有一点慌乱 最后等到了那个羊托乐园 车该怎么开 然后往哪开已经不重要了 我就一门深思去找我的那些朋友们 就整个人已经是目了 然后非常紧张 就是身体不自觉 有点在那里抖了 就平时可能录不落了 然后就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我已经说不了了 那时候我就只能拿着相机 我说你录着别停别停 就已经是这样的状态了 就是录着细碎吧 再后来等到了这个 求婚的那一时刻 来来来 在后面 后面 后面 天哪 他真是第一次请客 你知道吗 他有多难 你们让他找了好久好久 我就是说 他一直说 你看看 有点紧张怎么办 我好紧张 好紧张 别好看了 我不行了 你们快点 我不行了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心理活动 就是我觉得录完就是 我喜欢这个地方 可能是你既不意外 又有点意外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 咱们在一起1461天了 但是我觉得给我的感受 就还像是我认识你的第25天 我想给你表白的第24天 就是我 哟哟哟哟哟 就是我觉得在以后的生活里 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对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然后这个花给你 你想嫁给我吗 对 今天是咱们认识的第25天 然后也是我想和你表白的第24天 哈喽 你好 你叫什么 赵齐君 杨凯文 所以你要过来找我吗 因为我不想别人 你不努力 我说的时候你没有力 我任性投入 你给的恶作剧 你给的恶作剧 凯文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应该我已经向你求婚了 并且我们求婚成功了 然后我今天也刚刚拿到了 要给你求婚的钻戒 拿到这个实物的这一刻 我觉得它就是属于你的钻戒 因为我觉得它是完美无瑕的 就像完美无瑕的你一样 当然我这么说 好像有点肉麻哈 我选了动物园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 在我心里 我认定我们开始的地方 我应该会求婚成功吧 朋友们 应该会吧 应该会哈 这也不出什么大问题了 嗯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这个紧张 恭喜恭喜啊 我俩刚刚下车的时候 他说我要说说不带包了 想把那个车钥匙放到那个口袋里 一打开这边的口袋里 所有家的都在这儿 这就是天意啊